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量场 情绪的正负 决定一生的命数 美国心理学教授大卫·阿尔霍金斯曾通过二十多年的临床实验提出了一个能量层级的概念 能量层级越低的人越容易用负面情绪感染别人 相反 和能量层级越高的人相处就会越舒服 作家水木然曾讲过他的一次经历 他在高铁上遇到一位抱着孩子的妈妈 小孩子刚上车 就在那里哇哇大哭 惊扰了整个车厢 妈妈一脸焦急 可无论他怎么安慰 孩子的哭声都未曾停歇 没过几分钟 车上的人也都跟着烦躁起来 有人戴上耳机 选择了无视 有人面露不满 开始嫌弃 还有的人甚至公开责骂那位妈妈不会管教孩子 一时间 空气里都是压抑和埋怨的味道 所有人都被负面情绪感染 此时 另外有一个带小孩的妈妈走过来 递了一个玩具给小孩 说孩子有了玩具 可能就不哭了 一位慈祥的老太太也主动靠过来 帮忙逗弄孩子 随着他俩的加入 气氛在一点一点变缓和 孩子的哭声渐渐消失 刚开始还散发负能量的磁场 也终于慢慢趋于和谐 在这个转变中 藏着一个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道理 人与人之间的情绪真的是会传染的 和负面磁场的人在一起 他们身上堆积的情绪垃圾 会汇聚成一个情绪黑洞 相处久了 甚至会吞噬掉我们的正能量 而和正面磁场的人相处 即便遇到不如意的事 他们也会积极乐观 相处时间长了 我们整个人也会变得自信阳光 我们身边的磁场能量 会受到人际交往的影响 和不同的人相处 会影响我们磁场能量的强度 长期和负能量的人交往 磁场能量会衰弱 和正能量的人相处 磁场能量便会增强 余生 愿你能靠近那些正能量的人 愿你能成为正能量的人 用你的正面磁场 去吸引 去改变更多需要这种能量的人 意念长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真的很重要 李建曾在清华大学演讲时 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年冬天 周六早上七点多 宿舍里有两个学习特别好的同学 就像往常一样起床了 另外有个想睡懒觉的同学说了一句 周六还这么早去自习 不至于吧 那两个同学没理会 直接就出门了 没过一会 那个被吵醒的男生 也起来收拾出门了 发现没有 优秀的圈子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 在你懒惰懈怠时 会吸引着你前行 陆瑶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 一个人的思想还没有 强大到自己能完全把握自己的时候 就需要在精神上依托 另一个比自己更强的人 也许有一天 学生会变成自己老师的老师 这是常常会有的 但人在壮大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 都需要求得当时比自己的 认识更高明的指教 就像我们熟知的吸引力法则 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就去靠近他 想学英语 就去结交英语好的朋友 想减肥 就去融入健身自律的圈子 想长知识 就去加入阅读的群体 你想要变得更优秀 就去多结交那些优秀的人 曾国藩曾说 一生之成败 皆关乎朋友之贤富 一个人的磁场圈子 决定了一个人成败 与高人同行 你才能成为高人 善恶场发出来 才能吸引爱 罗曼罗兰说 灵魂最美的音乐 是善良 纵观人间美好无数 唯有善意和爱不可辜负 2008年的汶川抵震 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那个时候 女孩谭林刚刚高考结束 因为抵震 她家中房屋被毁 一家人只能记住邻居家 父亲残疾 母亲多病 家里还有两个妹妹 全部的希望和压力 都压在她的身上 好心人 谭政华了解到这个情况后 决心帮助她 先是指导她填报了志愿 建议她报了 川北医学院的临床医学 在入学第一年 谭政华还为她 筹记了七千元的学费 大学五年 谭政华一直在帮助 他们一家人 不仅给谭林寄生活费 还资助她的两个妹妹读书 就在去年的时候 她在开会时突然晕倒 被诊断为脑部动脉瘤 情况危急 若不及时控制 就会有生命危险 小医院无法提供手术 需要及时转院治疗 而此时 她妻子在外地出差 在华西医院工作的 谭林得知后 立马协调转院手续 谭政华转院过去后 她和丈夫 就像对待亲人一样 守护在病床边 一如当初 谭政华照顾他们一样 也为抢救及时 在两个小时的紧急救治后 谭政华手术顺利 成功脱离了生命危险 爱出者爱反 服亡者服来 从当初 谭政华帮助她读书 到最后谭灵救了她的命 当初无意种下的善因 在相隔十一年后 却得到了善果 善良 就像是一场轮回 生命中你所付出的善意与爱 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作家冷盈曾说 你对别人的好和善意 最后成全的都会是你自己 世间一切 冥冥之中自有吸引力 如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定律 你付出的善意 也会在你身边汇聚一个磁场 吸引到生活里更多的爱 与人为善 则福起自来 你的磁场 决定你一生的命运 所谓的磁场 其实就是你的吸引力 我们身边的磁场 会不断向外传递我们的三观和喜好 也会吸引到更多同贫的人 正如秘密一书里说的那样 宇宙间有一个强大的吸引力法则 你关注什么 就会将什么吸引进你的生活 命里的那些磁场虽然无法被看见 但它却在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你今天身边的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前半生中不知不觉埋下的种子 与凤凰同飞 必是骏鸟 与虎狼同行 必是猛兽 所以 想和优秀的人在一起 首先你要好好修炼自己 你若盛开 蝴蝶自来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 自然就会吸引与你灵魂相似的人 就让我们在漫长岁月里 将自己打磨成更优秀 更独立的人 共勉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变异一样 请结局 这结局已久 但我清醒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 不麻木 心爱的我都拥有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电影 不能像电影一样 请结局 这结局已久 但我清醒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切 终究是真切 不麻木 喜怒爱乐 汽水长流 人生有许许多多路口 常常常不知想做还是有 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 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 我愿人拯救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